那肺裡面是寒症呢 吐濁涕 當裡面是寒的時候 這個精液太多在裡面 就會這個 那個隆涕不斷地吐出來 咳嗽吐出來 嘴巴裡面也會吐 肺功能完全喪失掉了 這個時候 伏之虛 暗之若如蔥葉 下無根者 死 當肺脈 肺要死的 肺的功能完全摔接的時候 病人會有這種現象 無根脈 那這個都會記一下就好了 可能你遇到的機會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一下 那臨床上在看的時候 就是肺裡面 肺病到了末期以後 你會看到這種現象 那記的方式呢 諸位記得 黃帝內經講得很清楚 五臟的脈 肝臟是血 心臟是紅 皮臟是緩 肺臟是浮 腎臟是沉脈 這是長脈 肺死的脈是浮之虛 輕輕按到皮膚表面是空虛的 按之若如蔥葉 下污根 正常的脈是浮在表面上 像羽毛一樣 對不對 它是這個下污根 這代表肺氣沒有了 用正常的脈去跟它比較 就可以比較出來 那肝中蜂呢 這就提到肝了 肝如果是蜂跑到肝臟裡面去的時候 頭目潤兩斜痛 形腸 這個曲柔 彎曲的身體 兩臂不舉 舌本照 善太息 令人試肝 喜歡吃甜的東西 這個肝中蜂就是這個蜂熱呢 會跑到肝臟裡面去的時候 會造成這樣 兩斜 肝臟本身呢 在中膠的位置 形腸曲柔 這個人就彎曲在那邊 不能抖 手臂不能進去 那諸位呢 這個只是形容五臟呢 五臟齁 當你有風進到我們身體裡面來的時候 一般這種情形呢 都是你人體虛的時候 就容易 風容易進去 所以說同樣一個環境裡面 可能你生病 我不生病 為什麼 因為我身體比較強 這影響不了我 可是會影響到你 為什麼 你可能身體比較差 所以我們平常呢 我們就要把身體保養好 身體會有中風 都是你有虛弱的地方 那個這種病呢 趁虛而入 趁虛而入 所以諸位隨時呢 保持心平氣和 不要煩躁 不要去這個 這個給自己壓力太大 同時呢 常常運動 常常運動對你都好 然後呢 有小病就去掉 一般這種病都不會發生 都不會發生 那 這個是形容 形容有這些症狀 有這些症狀 那 真正你遇到這種情形 你說老師 這個不容易記 我記不得 都會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在看病的時候 處方的時候 你一看就知道 你不需要去記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看了兩斜 兩斜苦滿 一看老師 這胸斜苦滿 不是 少陽症嗎 小才無常 頭目在那邊亂動 眼睛在那邊動來動去 肝開敲在眼睛 風在那邊走在那邊的時候 頭目就會動 晃動晃動 好像柏金森症症 好 頭部會動 你就馬上就 馬上就出來 已經出來了 好 好 那為什麼 令人死肝 我們在皇帝內經 有介紹過了 肝 苦疾 他為疾食肝 以緩之 你就會想去吃甜的 自然而然會想去吃甜的 好 肝裡面呢 如果重寒症 胸中痛 不得轉側 食則吐 而焊出 好 大家 我們一再強調 寒呢 就是不動 好 如果肝裡面 重了寒症 我們陰陽表裡 虛失寒熱嗎 肝裡面太冷了 到時候肝會腫起來 肝腫大 腫大了以後呢 好 這個 會頂到脾臟 木 刻土 當脾臟被肝臟一頂到以後 好 這個中隔呢 肝臟 脾臟 中隔就滿滿的 胃就受不了 所以你一吃東西就會吐 一吃東西就會吐 為什麼胸中痛呢 因為我們呼吸的時候 橫膈膜要下降 那這個肝臟已經腫起來 脾臟也腫起來 結果呢 你吸吸的時候 氣質到這邊 就要回你 氣沒有辦法吸飽 會造成 胸中痛 那為什麼不能轉側 因為你肚臟肝腫起來 脾臟腫起來 你轉動身體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負擔 會讓你身體會很難過 所以導致靜止不動 病人會比較舒服 好 這就是這種寒症 好 那就比較嚴重 比較嚴重 好 所以說 我們如果遇到肝臟腫起來 或者脾臟腫起來 大部分都是寒症 我們會開溫熱的藥給它 溫熱的藥給它 肝要死 肝臟 肝臟 肝臟功能要完全消失了以後 就是很危險了 這個脈症 是這樣子 如所不來或去如蛇行則死 扭扭曲曲的 為什麼 因為肝是 打像是木 像木頭一樣 扭扭曲曲的 增障 這種都屬於增障脈 就是肝臟要走了 那這裡叫肝灼 那老師剛剛那個肺呢 肺有 講那個 有沒有講肺灼 肺灼沒有了 看到沒有 那條片就不見了 你了解為什麼 我們有肝灼 前面講肺一定有肺灼 就沒有了 我們後面有肾灼 那個肺灼呢 肺灼就沒了 好 這裡呢肝灼 其人常於倒去 好 在身上踩 講人家說 你在我身上踩踩 或者重力按摩一下 好 纖維苦食呢 淡於飲熱 懸富化糖組織 好 這個肝灼呢 是一種 也是一種寒症 也是 寒症 好 會產生這種情形呢 好 原因是這樣子 好 簡單的圖是這樣子 肝臟的血呢 本身要進入肺 好 肝臟 當你有肝灼的時候 好 就是寒啊 寒灼到肝上面 這個肝血呢 沒有辦法 好 進入肺臟 乾血沒有辦法進入肺臟的時候 有個人來踩一下 踩踩身上 踩了之後 壓力會在這邊產生 那血進入肺臟 他就會喜歡人家來踩它 這個灼呢 並不是 裡面有重瘤 裡面有肝硬化 或是什麼東西 而是裡面比較寒而已 好 所以血沒有辦法進去 那 我們為什麼會用 懸富化糖 注意看這後面的方計 方計就知道了 這個玄富化 就是另外一個名稱叫軍費草 新降呢 我們就是所謂的嵌草 過去呢 我們 古人呢 用染衣服 要穿紅色的衣服 就是用新降嵌草去染染色 所以是一個染色的染料 而嵌草呢 在 《皇帝內經》裡面 就提到 他入肝 能夠活血 好 所以我們在治療肝病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嵌草 嵌草 由於他活血就入肝 肝又經過少腹 肚子這邊經過少腹 肝經經過少腹這邊 所以女人的腹科 月經痛 子宮裡面有腫瘤肌瘤 我們也會用到嵌草 所以嵌草是一個很好的活血花瘀的 但是嵌草是在肝經上面 因為它是紅色的 非常好用 那懸腹花呢 是降溺氣 加上蔥 蔥是形陽 那有這個懸腹花 把這個酸 我們平常呢 胃酸過多 過多 這個酸呢 有懸腹花 把酸降下去 酸就是肝 好 中醫的觀念裡面呢 有三個精液 酸的味道 甜的味道 還有苦的味道 進入我們的腸胃裡面 做成胃的精液的來源 所以有脾胀的甜味 心臟的這個膽的苦味 還有肝臟的酸味 混合成為我們的胃的精液 當你酸過多的時候 懸腹花能夠降溺 所以我們前面有懸腹花 帶者之湯 這裡呢 是有甘酌 甘酌的時候我們有懸腹花 沖來 行陽 用心醬來活血化魚 這個甘酌的症狀就會去掉 但是甘酌並不是肝硬化肝癌 只是一個寒堵在肝臟上面而已 好 今天我們介紹到這個地方 好 明天我們再講 動作 是 手是這樣子 第五個在這邊 第六個下半身也是繃緊 上半身呢 手足握拳在正前方 這樣子握 手指頭這樣子 正前方這樣 肩膀沉肩 肩膀要沉下來 不要出力 握四十九下 就這樣握四十九下 握的時候 永遠訣竅是一樣 下半身繃緊 當你在握的時候 上半身跟著繃緊 握到極限的時候 全身是緊的 然後鬆掉的時候 只有上半身鬆掉 下半身還是保持緊的 這是第六個動作 做七七四十九下 這就是我們第六個動作 好 我們明天見 好 我們現在開始今天呢 介紹心中風 心中風呢 就是風跑了心人 這個心呢 本身是火 好 再讓風 風來吹火了 火更大 細細發熱 細細就是心臟不斷的波動 產生了燥熱 好 不能起的原因呢 因為上焦又熱 好 火呢 正常的心火 正常的心臟的火呢 是下行 這才是正常 風在吹 它火的往上走 越來越大 好 就會造成這樣 那心中肌呢 這個心中肌 就講的是胃 胃裡面感覺到很餓 但是一吃呢 就會吐 為什麼 因為這個心呢 正常的人呢 心火往下走 進入小腸以後 這個熱一路下來往下走來 走到下面來 所以我們包括我們經過我們的胃 火也在下面燒 所以我們胃才能 煮絕 才能消化食物 到了小腸 小腸才能消化食物 因為裡面有火 那現在這個火下不來 一直在上面走 讓吃東西下去就吐 吃東西就吐 可是呢 為什麼一直感覺到很餓 因為 胃火還在這邊燒 好 但是火沒有辦法倒小腸 心中肯 好 心中肯 那這種症狀呢 我們前面過去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方脊 黃旗湯 好 方脊黃旗湯 這個方脊黃旗湯症 好 也就是說 胃裡面感覺到餓 但是一吃東西就想吐 好 上膠很燥熱 這種就是方脊黃旗湯症 過去我們也講過 就比如說 有這個 太太小姐們 好 平常坐在那邊 那運動比較少 因為不喜歡動 動到怕流汗很難過 好 味道也不好 就待在家裡面 就運動很少 很少以後肚子 少腹子開始凸了 好小腹圍一凸啊 然後 然後開始發胖 就 受料就防酒黃旗湯 好 那很好用 非常好用 再過來呢 中風過去呢 中寒 如果是太冷了 這個人病人會呈現的症狀呢 苦病 心如感酸狀 好 拒著心痛測背 背痛測心 我們在介紹 胸皮病外症的時候 心痛測背背痛測心 這是寒痰 寒痰 好 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造成這種現象 那 脈伏者 自吐乃獄 心臟的脈 本來就是要伏 是正常的脈 當病人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脈伏起來 代表病人自己會痊癒 痊癒的原因 可能是自己運動 或者是 練义菌精啊 anyway 就好了 自己弄好了 或者是撞牆 對不對 我們前面介紹過的撞牆 撞了把痰吐出來 吐出來 自己好 那你如果吐不出來 對不起 就要吃我們的 烏頭刺激的腕 所以烏頭刺激的腕 很熱的藥 有沒有很熱的藥 很熱的藥 為什麼 因為是寒痰 寒痰 這個都是 那心 這個人心中都敢蒜狀 真的就像敢蒜狀 覺得胸口很辣 好像吃到大蒜一樣 辣的這個地方 這個 那這就是 寒症 寒症 那寒症很好辨症 一般寒症呢 就不會口渴 熱症就會口渴 簡單講就是這樣